香港商人向心和妻子公秦 2019年遭控式供碟 还涉嫌和大陆习金集团国泰公司合作 习金赃款轻易多元 购买台北三户豪宅 经过三年侦判审理 一审判决无罪 供碟案或者是这个洗钱案 其实都是没有犯罪事实的存在 希望检察官能够尊重这个案子的事实 不要再上诉 法官认为他们当初无法预先知道 国泰公司集团几次诈骗 更不知道国泰购股的资金是犯罪所得 而且没有将资金洗白后取回 认定检察官所举试证不足以证明犯罪 所以判决夫妻两人无罪 除了先前供碟案遭不起诉 洗钱案判决也无罪 但由于判决未定验 北院裁定两人即日起 限制出境出海三个月 2019年流亡澳洲的供碟王立强 爆料自己受到向心局势从事情报工作 让自称来台湾抱团养老的向心夫妇 一待就续823天 如今一选判决无罪 两人只盼检方别再上诉 让他们可以回家 简做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